很多小伙伴都想让我介绍一下机甲武兄弟 今天他来了 首先咱们第一个介绍的就是弯斗射手机甲 五种机甲 每种机甲都有两个形态 然后弯斗射手机甲 形态一 可以远程攻击胶尸 而且每一次可以发出九克弯斗 可以说比两个机甲射手还要牛 然后弯斗机甲进战的时候 还可以使用电钻攻击胶尸 土头嚼尸一钻一堆 可以说伤害非常的高 然后弯斗机甲在场上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变成形态二 形态二的弯斗机甲射不了弯斗了 但是他有两个钻头 两个钻头的弯斗机甲 咱们直接上一个路罩嚼尸 一下解决 形态二的弯斗机甲 虽然只适合进战 但是伤害非常可观 然后咱们盯着介绍一下向日葵机甲 形态一 使用右键点击向日葵机甲 可以射出瓜子子弹 然后打倒的僵尸可以掉一个阳光 本身向日葵机甲就可以生产阳光 不过形态一的向日葵机甲 子弹伤害确实有点低 但是弯斗笔没有强 然后形态二的向日葵机甲 可以射出一道火焰 这一次的伤害可以说是非常的高 而且还是全体伤害 然后这个时候咱们直接挺出两个巨人吊尸 然后咱们直接右键发射火焰 一次 两次直接打倒巨人吊尸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 拍射五次火焰之后 向日葵机甲自动消失 然后接下来介绍的就是胆小姑机甲 形态一的胆小姑机甲 可以说伤害非常的低 不过它的子弹增加了一个击退功能 好像作用也不是很大 然后当形态一的胆小姑机甲 靠近僵尸 就会变成形态二 两个手臂跟大锤一样攻击僵尸 伤害可以说是非常的高 有了机甲后的胆小姑 也算是出人头地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樱桃机甲 形态一的樱桃机甲 伤害非常的高 但是攻击的速度 还慢还慢 虽然它的攻击速度还慢 但是它的高伤害足以弥补 然后樱桃机甲 在场上一定时间后 就会自动变成形态二 形态二的樱桃机甲 伤害可以说非常的暴胀 咱们先来几个铁头殃尸 一炮解决 然后咱们再来几个巨人殃尸 也是一炮解决 伤害非常可观 然后最后要说的就是 鲨鱼玉米机甲 首先它的攻击范围 比玉米加弄炮高出了很多 五路的僵尸可以一次性 全部解决 然后就是它的玉米炮 还是有辐射的 如果有植物在它的攻击范围内 僵尸 植物 统统一次性 全部解决 然后它的二技能 右键发射 鲨鱼头 一发入怀 头归鱼地炮 不管是植物 僵尸 场上 统统不留任何生物 鲨鱼头一发射 不管是谁 偷偷都得死 包括它自己 最后小伙伴们 五种机甲 你最喜欢哪一种呢 想看我使用哪种机甲 挑战僵尸模式 可以留言弹幕 告诉我哦 很少许 谢谢观看